自己去好好去琢磨琢磨的东西 当然了 这是分析 我们要用的是最后的这种交易把它实现 把它实现 我不能说我们一直在分析 最后到了做的时候不做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也就是说 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如果伴随这样的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如果在这边找到了马入的好点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止损点放到这个点之下 如果它被破掉 就说明我们之前的分析全部是错的 这就是一个止损的概念 那次有人问我什么叫止损 止损就是当你的分析 你真的认为它是错了的时候 你才应该去止损它 明白吗 而如果你错了以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还要往你的相反方向继续去运行 如果你是想再找好的买点 你可以等到下一个点去买入 比如说破了39 我被点掉了3%的止损 然后它再往下走 再去找买点 这样它早晚还会有涨 只是说我选取的那个位置是错的 那么在接下来 我在如果买对的情况下 它依然会涨回来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就解答一下昨天有同学问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再买对了一个点 你最多比如说我在40.60附近记的单子 然后回到了39.19 然后怎么讲 然后的话 它被破掉了 对吧 将来如果打到36 我再接回来 它如果涨回到 真的又从那个地方大涨的情况下 我那波上涨的里边 其实我只是少赚了这波亏的钱 而不是硬扛下去 你硬扛下去的话 比如说我判断是36 它也可能走到31 我再去接 对吧 就说这种逻辑关系要搞明白 就说每一次我做波段行情 我一定是认为某一个点是有含义的 不该被破掉的 就好像之前我做的那个英镑 无限接近 就是不应该破掉那个点 而破掉了就形态不对 所以它最后是接近那个点 到了十个点以内 但是它终归是破不了 所以我去把止损为摆在那个点之下的 更低的点一点问题都没有 它不会点到 我睡觉也好 休息也好 都会很坦然去面对 好吧 好 这个缘由 今天又解了它很多的部分 其实是因为就是 越到临近的时候 你会发现盘感会越加的强烈 而很多东西在过去的那些东西会不断的跳出来 会告诉我可能会什么样子 可能会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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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需要做的就是观察 是不是真的这么在运行 如果真的这么运行 我觉得OK 就离到我的正确是对的 这样的话 我之前我们在这边的时候的抄底 这边曾经做过一次对吧 是错的 我们被点止损 这边本来想进的 就不再说了 为什么没进 你们听过解盘也都知道 我们补救 在这边重新去补救它 为时不晚 为时不晚 好吧 OK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在不不等破这个点 要看这个要看 要看末端的变化 如果末端变化到这边已经开始延伸加速下跌 我不见得非要等破它就要就进 我觉得可能不破它我就要考虑进场 不破它的话 就在这个点上方40个点 然后就可以30个点左右吧 就可以买入 因为原油的话稍微大一点 一般万汇的话 我会告诉你接近30点以内 然后的话 万汇的话我觉得40点到差不多吧 就是多差不多百分之二三十这么一个空间 就可以考虑买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吧 我就把这个 你们能记住多少 这个地方画的每一个部位 每个点都会干什么 出现什么 我都给你们讲 好吧 剩下的话 就是你们自己去 好好去思考 把它记在脑子里 有点复杂 是吧 这就是分析了 头寸的变化 好 那么市场的话 刚才也有一个下跌 这边一切我都不要管它 它真的假的也好 好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 不要管它 将它去运行 将它去走 因为本身这个这段时间阴阳交替 阴阳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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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我们做的什么 还记得吗 英镑在 这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当时只是分析英镑 我们做的是谁 我们做的是每日的下跌 对不对 啊 我们做的是每日的下跌 正常 其实我们现在 如果市场不是前期那种大的震荡格局 啊 我们现在准备接原油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处在一个刚刚做完其他品种 波段行 接下来要做原油这个品种的时候 啊 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接的时候 其实挺好 先做的是每日的下跌 每日下跌 做完了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做的是英镑的上涨 它是一种衔接嘛 刚做完那个 然后再做它 啊 ok 那么这是原油啊 原油的话呢 就是对应的也是每家啊 每家的话一样啊 每家的话这边的话 会形成一种旁杆 它这种旁杆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它最后有一波 比较大的上涨啊 这个上涨 其实我个人觉得走一个顶会比较好 就是有人很多人准备去逢高卖出的时候啊 逢高卖出是最好是 就是最后那一下很快 然后跟着就下来是最好啊 就非常快上去再下来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 有再想抄顶的人啊 再想抄顶的人 终归你会有一个啊 比如说止损点吧 比如说你在1.33附近抄顶 你可能放1.34 他可能真的就点到1.34 然后跟着就打跌 然后再打跌的时候 之前被点掉这个抄顶多空单的人 也不再敢进空了 那就开始打跌 所以这边的含义和之前那个原油差不多 但是它的细节啊细节不一样 那这个细节的话呢 我没有办法分析 因为这边的话已经破完位 不像原油是望回拉 然后这边的话 之前的你说这边的点位就太远 我觉得分析起来有点难度 所以就可以看着原油去做就可以 就是美价 然后黄金的话呢 黄金的话昨天也是一样 黄金的话就是 其实形态上从这个点开始走 原油也是下跌的 黄金也是下跌 当然细节不一样啊 末端的细节肯定不一样 所以现在原油现在黄金也是啊 如果他能够有一个跟原油同匹配的一个下跌 到这边来啊 黄金的话 我想做右侧 这个地方不想做左侧 因为我是本来想去做更长线的空单 我在左侧这边接了一个多单 我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就说什么呢 比如我大的周期是看空的 然后呢 我只是觉得这边如果能有支撑 再有一波拉升再跌 但是问题是万一错了 他真的我们这边做多 他直接跌下去了 对吧 我觉得就很亏 明明我们是看空的 然后我们做空的时候 我们做我们还做多 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 就是思维当中我就觉得有问题 我明明我是觉得想做高位空单的 然后跑地位做多 地位做多以后他跌下去了 破了位了 破了位以后把我扫掉了 然后他又起来了 我觉得会影响我很大的心态 我希望的是这边做的话 是你先确认个地点 然后你上去 我可以做你就短线的右侧的一些多的 我不做你左侧的多的 这样的话不会影响我大周期的盘动 然后我还是要等到高位再去放空 所以这边如果这边你下去以后 你说你破也好 你不破也好 包括这个点 你破也好 不要跟我没关系 你破了上来 或你不破上来 无所谓 对我来讲没影响 没改变 怎么我都能接受 这样的话不会对心态造成影响 然后我还选取右侧去买入 我觉得那个上场是个过的 所以地点你撞出来以后 我再去买 我觉得我心里会比较的坦然 好吧 这就是一些市场经理的分析 那么其他的品种 我刚才说了 我说差不多都会有一波行情 其实这个行情大多数都是像澳币 然后像纽元 纽元已经开始走 澳元 纽元 欧元 欧元 然后英镑 这些品种 我都认为在末端有一个大跌 之后 黄金会上涨吗 也都会有上涨 就是在末端 我觉得英镑 可能还会再次回到这边来 英镑还会再次回到这边 然后是 比如说像 欧元 欧元今天有一个破位拉升 是吧 一个破位的拉升 我认为也是假的 然后他跌下去以后再涨 那个短线 就跟黄金那个是在同步的 明白吗 所以说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还是做的蛮困难 就是他变化很快 从我们昨天解盘 今天这是今天白天了 所以我们解盘到这 对吧 解盘它是已经在过去的一天里面价格没变 我们解盘的时候价格就在这里 回到又回到这里一天 然后呢 但是他中间走了几轮呢 走了一下 一下 一下 又一上 上下 上下 走了两个 两轮的震荡 一天啊 一天的一个下跌破位反弹 再下跌破位再反弹 变化太快了 我觉得短线你去做OK 但是一般我觉得你做的短线也很困难 也很困难 明白吗 也很困难 特别是如果再有一个下跌 所有人都可能都傻掉 到底怎么回事 就不太清楚 所以英报欧元会这样 后面会有一个上涨 所以对应的像美元对日元 你说他们下跌的时候 他涨起来也很困难 等他们上涨 他跌下去也很困难 所以美日的话 我就跟你们讲 就是说最好就先不碰他 去找其他的 就是你会感到时候你会感觉到 比如说我去感觉到欧元最后一波拉升 那个低点 那个高点 会和美日最后那个极限低点在一起 也就是说在之前的话 他怎么动 我们都可以看 直到那个点出发的时候 我每日单在进场 我觉得是OK的 这段时间他想动的难度实在是太大 因为之前的话 在这一侧 我们包括我们进之前的单子 对吧 我们之前的单子 也有人在这边 重新进场的单子 挺多的 你这边想去让他有一个直接拉 现在不太可能 因为市场在这边沉淀了太多的头寸 沉淀了太多的多单的头寸 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有一点点在103 然后就说这边有很多 所以他最终我觉得还是要做动作 就是你即使上去可能还要下下去 这边的99我觉得还是要看 先不说说满话吧 把话说的稍微的弹性一点 我觉得对大家都好 然后的话我们主要是最后找那个交易的时间点 那个交易时间点能找到才去参与 找不到尽量先避免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做短线 其实刚才在走 比如说欧元刚才那个拉升 其实是蛮好的放空点 欧元这个拉升刚才 当然我觉得还是不做好 对吧 你说欧元这个形态 小时这个图形 在这段时间里边 一直也是上下上下 我觉得交易的不大 你看他一高位低位100点以内 从这边开始 9月22号 就是美联储那个会以后 我一直说 欧元尽量先不做 这个空间太小 高位低位100点 走了多少天了 走了将近有五个交易日 五个交易日 上下最高点最一点100点 就日内的 日内的波幅和日内的振幅就20点 而日内的就是波动的幅度就20点 对吧 政府的达人大 这个太小了 对吧 而且他的上下的没有规律 不规律 比如你破位了 可以再破回来 你破回来以后上去了 又回到中止 再破再上去 就这种过程太过于的反损和复杂 不是波段痕迹 而就是震荡痕迹 还有什么 应该都讲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其实我现在的经历都在原油那边 你会发现我分析一个原油品种 我会基本上的时间会大于其他品种的组合 其实这个状态和之前我们做冰棒 还有那段时间做每日下跌都一样 我当时做每日那波下跌的时候 你们知道 我跌我 我跟原油也 会解放个小时 主要是为了给你们想明白 每日要做空 就是 回应 你们可以回到 之前有加入的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们之前在 这边 这边不是一个大 我们在边一侧 我是在这边 我是在对 在这里 去买 我是卖出的比他们都早一点 我是在这里卖出的 就是周五晚上 他一直这边卖出 然后周五的凌晨 不是晚上 就是到晚上一点点时间 然后 很多人是在这边卖出的 然后当时我们 我姐这边的时候 每一天解的时候 每日站的时间都应该有20分钟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做 这个空的 就是当时解放的时候 跟现在这个原油也一样 没有什么 特别的就是这个波段行情 就到了他该动的时候 好 好吧给大家留点时间 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的话 就仔细的 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完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 上面画了一些框子 对吧 画了一些框子 你自己试图画一画 比如说你标一标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什么 我当时怎么说的 那看你还能回忆出来多少 为什么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比如说 那我为什么不在这里做动 为什么要跑这里做动 对吧 你要有一个原因 有个结果 你不能胡说 对吧 要有原因 这个原因的话 你不单纯是什么 破了他 怎么怎么样 破他假突破 那为什么不是破他假突破 对吧 破他以后再上去 为什么我分析是他呢 为什么又不是他呢 这里面要有原因的 你才能够去做这种行情 好 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有没有延迟 应该是没有 是吧 好 网络这边 主要我tpg这个网 他时好时不好的 不是我能控制的 今天不下雨 应该就好一点 昨天我为什么担心 因为昨天有点 有点下雨 对 我就有点担心 一下雨 我就觉得网络可能会出问题 好 这个其实这个节奏啊 就是怎么讲这个节奏呢 你们想啊 你们还记得吧 比如英镑这个做极限接近 然后去买入的这比较 比如说我们做这轮最后一个上涨这波行情 对吧 我记得我开始分析的时候是从从哪边 从这边 对从这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失误 这边我判断是一个要突破 我们再做空 结果没破 后来我修正修正完了就过去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从这边开始推 对吧 也是等了很久 然后一直到这一天 然后才开始买 那这个之间也是过了将近有三周的时间吧 分析的没错 对 差不多 就是我们做每日的时候 同时再解一英镑 然后解了里面很多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这边呢 最后这边的一个形态 然后这边的一个下跌 从这边冒几天开始解 反正如果从这边算的话 到这个出发点 走了将近二十多天 这边原油也是一样的 原油从我们开始去准备去买入它 对吧 从这边开始 我觉得跌下去以后 在这边开始做有微型 没错了 然后反弹 然后做形态 也是一样 我们从这边开始做 9月差不多八九号开始去预判有一个原油大涨 一直到我们参与它 可能也要经历差不多这么长一个时间 我们心理上已经准备了二十天 就不怕不做了 是吧 最怕的是什么 前面一点铺垫都没有 今天突然告诉你在这个大街当中去买路 我们基本上很难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就很难的 好吧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英镑 这边说 反弹也是 你不说了吗 低点破了以后反弹 谈了多少天 谈了 不算这一天 算这三天的话 应该正常也算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是破位 反弹 走了三天了 三天反多少点 一百点 这就不叫反弹 你见过一百点的反弹吗 对吧 真太小了 今天我还今天还碰到一个朋友 就是这边做这种国际汇队的朋友 也聊到了说最近这个市场 因为他们做汇队每天也是观察盘面 他就也就问我 这个市场怎么回事 就震荡期 因为他的我们看外汇的交易盘子 你还能感觉到波动 比如说我们看英镑 能感觉到1.29到1.3 知道吧 但是如果你把它到了他们那种汇队的公司里面去 就这个都基本上就感觉感觉就像没动 为什么呢 都是小数点的最后那一位 然后然后动的话是1.2这样的动 就是比如说4.51 就可能4.51到4.52 然后就这种动法 然后4.52或者4.51到4.53 就是动差不多就是两三个这种小数点 它基本上就忽略掉了 所以就震荡了 我们还能看见点波动 我感觉不到 刚才今天白天有的同学问 怎么才能够建立这种思维逻辑 我刚才原油的时候去分析的时候 去分析的时候原油 我这边分析了好多的点的含义什么的 对吧 其实是因为就是之前这些点我都曾经做过 也犯过错误 跟讲犯过什么错误 比如说这边跌下去 我分析卖出 卖出以后我希望是破了一个跌点 然后呢我跑 然后他反向拉伸把我洗泡了 洗泡以后他就跌下去了 我就很恼火 很多时候我就接着洗掉 洗掉我又下去了 就是说你交易的时候 如果是正常如果想去 你也有人问我 就是怎么样才能有这样的思维 逻辑去分析 因为之前我听过波段很多 就是你必须是有 我们一对一的沟通的时间 然后我好能知道就是你 现阶段啊 你适合做什么的单子 或者是你现阶段你想做什么的单子 你先去建立某一个点位的 比如说你要建立的 也许是要等这波拉伸以后再做空 然后你之前可能是在这边下跌 在这边做空 射止损 射到前高 然后被点掉 然后出现后悔心理 或者是出现什么 可能很多情绪吧 有一对一沟通时候会出现啊 会说很多人一些话 然后跌下去跟你没关系 你要突破这一块 就这三个点 A 不是三个点吧 A B C D 就是你要做到这个下跌 你就要必须能错过这波拉伸 在这里面去做空 那这个盘感就是这个地方细微的盘感 要建立 你只有建立了它 在将来遇到同样的含义的行情 你能知道 这波下跌是假的 要一波上穿 再跌才是真的 那你就可能右侧位在这边做 而不在这边做 因为在这边做的话 一跌下去 你可能就要摊 一摊的话呢 上去了 把你洗掉了 然后再跌跟你没关系 这些都是细节调整 调整这一步的时间 我个人觉得要三个月 就是你调整完它 然后再去调整这个 比如说你有一个趋势交易系统 我就说了在这边可能会很容易犯错 趋势交易系统是什么 比如下跌 反弹到这边做空 好 比如说你做空完以后 你往上射 射到比如这个点之上 好洗掉 洗掉又跌下去 你还是做错 还有一个是什么 比如你这边上去应该做多 做多以后呢 没到 然后又下去又洗掉 这边上去以后 做空 又没下去 又洗掉 就你反复不会被一个系统的缩 就是你会最后变得不相信那个东西了 可是实际上它在有用的时候 还是有用的 因为什么趋势的时候就是这样 下去反弹 下去 再反弹 再下去 再反弹再下去 对吧 但是问题是你又不相信它了 就变成 你就会带有疑问 下去了 反弹上来我应该做空 但是万一它上去怎么办 你这一个万一就不做了 可是万一最后结果是什么 是下去了 你后悔 然后再一个万一又不做 又下去又后悔 第三次做了 第三次错了 就是就是这个过程 这个调整其实蛮复杂的 不是一言两语都把它调整过来 嗯 今天这两天吧 有两个人了 就是调整这个应该是 每个人 每个时期 不同的阶段 调整不同的内容 很复杂 对吧 这个是这种过程啊 然后每个人 你调整完这个了 下个问题就会出来 这个调整完下个问题接着会冒出来 基本上一直到你选取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交易方式 并且不想去改变它 只是想去完善它的这个过程当中 啊 那么 你基本上 可以讲啊 都是在调整 都是在往上去不断的去领悟的状态 悟性高的人 我觉得是可以自己去突破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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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稍微悟性差一点的人 应该是先把你引到一个正途去 这个正途上你可能有能力 开始一步一步提高 但是可能还会走歪 走歪以后再拉回来 再走一步一步提高 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就不好决定啊 最好是能有一对一沟通的时间才好 OK 基本上是这样啊 好吧 嗯 再问我我只能这么讲 就是 就是没办法 有些时候说靠微信聊天 能把你问题解决了 基本不可能 去看心理医生啊 以前我在国内也学过心理学 然后跟老师去说你打电话去跟一个心理医生把你的问题解决了 那不可能 要不就进小组 对吧 要不就系统学习 要不就做一对一的治疗啊 要不就是小组提高啊 有那种心理成长的小组去改变你的行为 对吧 然后进里边干什么 进里边要别人数了你 然后打击你 对吧 你才能提高 要不就是 很多情况下 不可能是靠那种远端的 就把你问题解决了 这神仙人 如果真能解决是神仙 应该弗洛伊德也干不了这个事情 对吧 好 说点先办 有问题吗 好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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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沒關 现在市场也不怎么动,但是没问题 我记得之前基本上正常波动的时候,美国人好像每天都有一些问题,现在不动正常 将来也是如此,到什么时候你应该算是能够独立的 你对市场有一种感觉,比如说8月份的时候 你就能够感觉到市场会进入到一个长期震荡时,你会有一个心理准备 那么你这个阶段就可以选择,我到底做还是不做 你心态永远是可以保持的很好,然后到了波段的行情 你就知道我开始要去做,开始要去战斗,开始要去进场交易 那么这个时候都是由你自己再去控制的 而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在不成熟的时候,都是被市场在控制的 就是市场希望你在这个地方做,你就真的在做 然后市场不希望你做的时候,你真的就不做 你要把它调整过来,而这个调整过程其实是一个很漫长和复杂的 比如说,假设我,我可以清晰的去,如果我去回忆 我去回忆我十年的交易,我应该能够给我一段时间 我能够回忆起我的历程,就是我是哪一关在前,哪一步在后 接下来遇到了什么,再遇到什么,然后再遇到什么,突破,再遇到什么 我会把我的这个过程能够清晰的,不能说百分之百 应该百分之六七十,我应该把它能够重新的描述出来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过程,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相似 比如说,我百分之百的内容里面,你也会经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谁在前,谁在后 你先解决哪个,后解决哪个,和我的瞬息应该是不一致 知道吗,每个人有自己的历程 但是这个历程当中,你要进入到一个正确的思维逻辑 其实,我从四月份解盘,不管我将来解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最有价值的,这个所有解盘里面是很多时候的一些话 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说,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 你看似这一句话,你看似这么两个话 这个是代表了哲学,代表了我的教育哲学 我想的就是别人不敢想的,我做的也是别人不敢做的 就比如说我原油,我就敢在你大跌的时候去买 这是别人不敢想的,懂吗? 这是别人不敢想的,就是大跌会有一个大跌 然后我还敢是做,就别人不做的时候我要去做它 比如说原油,可能到这边来讲,可能有人都会感觉到有大跌 但是到底跌到哪我去做,这个又是一门学,就是你很多人是什么 有这种感觉下下,但是又不敢做,到低位该去买了也不敢买 也是凑过去,这里面就差着很多需要调整的东西 你知道了我这句话,就好像你知道了巴菲特他老师 对吧,格勒姆说的,对吧,贪婪和恐惧这句话 不是巴菲特说的,是他老师说的,你就算知道又怎么样 你能在交易当中应用吗? 你能知道什么时候人贪婪,什么时候人恐惧吗? 什么时候人是,恐惧的时候人是踏空的 贪婪的时候人是怎么样,不是追高就是杀跌,追涨杀跌 对吧,你能知道吗?你不知道你,这句话对你就是一个空的 你要去理解这句话,当然这句话,这种话我好像说了起码有四五句 对吧,这四五句的话,你能理解一句 我觉得对你的交易的帮助都应该蛮大的 好吧,今天没什么问题也正常 好,接下来的话就看原由他到底怎么变 我们以不变,应万变,懂吗? 我之所以说这边我认为是一个15分钟几次的下跌 我们就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动,我不动 你是阴阳交替的,我提前我知道,你是有可能是阴阳阴阳交替的 我依然是等待,直到你动 你动了,我就取进,时间等你一两天,两三天,三四天,无所谓 好,今天我就先解到这,大家好好去思考 我有些话,其实我觉得是应该你去好好理解的 OK 谢谢大家,明天我们同意时间吧 再去解盘 其实这段时间解盘其实时间都差不多 也不动了 我希望稍微往后推一推 因为推一推的话,正好能到每周盘的时间 但每周盘你会看到,每周盘开盘以后,对吧 品种之间基本上也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现在可能是有一个下跌 你就看吧,这个下跌是不是也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可能会有,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没到交易的时候,我只能说是分析,没到交易 因为变化太快 有了今天可能欧元英镑 欧元英镑下跌 但是这个下跌是不是真的跌 我也不知道 要等它最后的出发 OK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天再见 祝大家晚安 拜拜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